我的天哪,福宝怎么瘦了那么多呀,这下真诚服一针了,好心疼,每天都在营业的福宝现在不吃不喝的。 奶妈喊来兽医尽身投喂福宝,想让福宝吃点东西,福宝真的是假韵吗? 现在福宝很失睡,看到突然闯入自己领地的陌生男人。 福宝吓得赶紧爬了起来,对着奶妈和兽医做出驱赶。 福宝现在为什么也不愿意回那场了,我们猪猪真的长大成熊了,迪迪是真强,果然是大姑娘了,整天这样睡觉不吃不喝的也不行呀,福宝已经十多天没好好吃饭了。 曾经那个满眼神光的福宝再也见不到了,真的挺怀念以前在爷爷身边的福猪猪,好好的一个高贵美丽的福公主,如今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呢? 为什么别的熊猫假运出关还是很肥美,为什么我们扶猪猪就报仇,如今能给解释一下吗?